RJ、Romingue的手錶已經介紹過不少 但要介紹完還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這個牌子雖然成立的時間不長 也已經不幸在近期已經倒閉了 但在這二十年時間內 事實上他帶給標譚是有多多有趣個人的東西 而且出了非常多的系列都值得收藏 或是有一些元素或其他標譚是沒有的 因此我介紹的都比較多 而且希望將它不同好玩的東西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標譚已經再沒有這些東西了 RJ的Moon Invader Moon Invader的意思是這個鶴形 就是要來著陸在月球的那個東西 你的外形就要來做一隻手錶的鶴 就好像一個登錄器那樣 就登錄在你的手上 rather than 登錄在月球上面 這個東西也挺有趣的 Moon Invader就是這個鶴形 這個鶴形裡面可以有不同的變種 可以有些卡通的東西 可以有其他不同的主題 什麼都有的 如果是要Original of the original 就是Moon Invader的鶴 放在登月這件事上 就是最原早的 或者最符合原意的一件事 再說一次 Moon Invader的鶴 這個鶴可以有不同的主題 雖然這個鶴本身是一個主題 但是這個鶴可以配合裡面是比卡超 比卡超和登月就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也可以配合登月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它的玩法 因此有很多不同的鶴形 都可以有不同的主題 而鶴本身也是主題的一部分 譬如Titanic DNA 裡面也可以是Titanic 或者其他東西 那這隻的 Moon Invader的Moon Invader 就有46mm的大小 其實就不是真的很大隻 因為這個鶴 嚴格力可以沒有腳 因此就 你當作43、44的大就OK了 戴上手就不會太大隻 而且就 蠻好看、蠻過癮的 這個鶴要先介紹一下 它真的好像一個 著陸器一樣 著陸在你的手上 這四隻的腳位 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因此是去到最貼服你的手的位置 這件事就 他把這個登錄的想法放在手上 就真的帶下去 多舒服和多貼手 這件事就比較讚他 除了這件事之外 這件事當然是有歷史的元素在裏面 是甚麼呢 主要是有幾樣 第一 限量 1969隻 1969 紀念登月的那一年 你都知道 RJ的手錶 一定是有一些 歷史的DNA 在裏面 真的戴上手 這支錶是甚麼呢 第一 這支錶的殼是用阿波羅11號的 殘骸 的物料 混合其他金屬 當然要 始終要做一支錶 來做出來 因此你真的戴了阿波羅11號 第二 Booondus的DNA 這個月球是真的 這個這麼漂亮的3D的月球 真的是一個月球 是用月球的隕石 的粉塵 去造成這個月球 因此你真的戴了一個月球 以及真的戴了一個太空船 在手上 這件事當然是他的賣點 限量1969也是賣點 看到很多這些 所謂螺絲位置 或者這些位置 都是用一些 太空的想法 或者太空船的想法 這個是他的物料 給到你的東西 外觀給到你的東西 其實都挺漂亮的 包括非常漂亮的針 其實這支錶 不是只玩Gimmick 有趣 個人就算了 他工藝真的是一支頂級錶 因此收到你的價錢 不是賣一支比卡超 給你 陀菲林收你100萬 RJ神經病 甚至更貴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有支比卡超的100萬錶 而不是一支比卡超錶 賣100萬 不知道大家明白 什麼了 再舉個例子 和興白花油 白花油幾元 但如果大鈾和林寶 印了和興白花油的 不是 畫面 是Cost Over 它不是一支和興白花油 它的底是一部林寶 因此它只是一部 特別版的林寶價錢 就不會無端端值了3-5元的和興白花油 同樣道理 它本身是一支櫃表的設定 你看它的面子的處理 這些類似網紋、鬼面罩、太空船的 一些想法 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我又沒見過面子 這樣織網紋織得這麼漂亮 加上很大的Cross RJ這些打磨、針 3D立體處理的小秒針盤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漂亮 這件事就要讚它 加上夜光也挺好看 細小點之餘 也挺夠光的 整個櫃表也挺… 做到一個主題也挺漂亮 加上這條帶也真的很漂亮 這個位置 亦是特意放進去裡面 配合這個圓形的… 這個降落的腳 整件事就非常… 好看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是要這樣… 當然它弄就好 如果你自己買一條代用帶 你怎樣剪回這個Cross 應該都挺難剪得到 因此這條帶就要好好保存 或者現在買好多兩三條的後備 因為牌子也撿起來 不知道要怎樣處理 當然很多朋友一提到這個問題 就會想起 牌子撿了 那條帶也沒什麼所謂 這帶用十年八年 又不是逐次刷的 吃死了下去先的 那OK啦 甚至換條… Tayla May也OK 或者買多兩條都OK 這些小問題 機心怎樣處理呢 牌子撿了 這可能會是問題 要視乎大家認不認識多個師傅 或者他本身用什麼機心 如果他用一些很複雜的機心 例如RJ有些陀飛倫 我也不敢買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Pax 但一般的三針錶 一般的計時錶 上鏈、手動 問題不大 因為Pax不是特別難找的 否則這隻是用Valju 7750 改變的 那… Acta機心的Pax 就不會沒有 因此就更加容易去處理 PVD的Case 又是有機會會磨損、磨耗 但亦是不難去找人處理 因此整隻錶就不難去處理或者去命停 困難是怎樣可以買得到 就是一隻自己適合的Condition 或者想要的系列 因為事實上 跳樓回價比較多 有些買剩下的RJ 二手價也比較便宜 但隨著他本身出得不多 亦不是每一隻都可以 survive 要買得到價錢比較合理 或者正的就可遇不可求 這一錶定價是十萬多港幣 不是便宜的 但現在可能跳樓跳到兩折 價錢是兩折多等等 因此如果看得對 出手都要快 他越喜歡買一手錶 二手就無所謂 二手 什麼時候都會有 如果你一手 你真的想要快 就死貨或者剩下的跳樓貨 就不太多了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說 這隻關於登月的Moon Invader 接下來希望這個牌子雖然倒閉了 但它的班底 整個有idea的產品管理者 或者創作者 可以在其他牌子繼續 把這些好玩有趣的東西延續下去 因為 標壇有時都比較悶 是需要有這些牌子去充起一下 今天跟大家說這隻RJ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